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郑长峰 我是马云 马云现在又见面了 今天又要聊一个话题了 这个话题和整容手术后有关系 对吧 那么历史诗诗 整容手术后需不需要忌口 对吧 这个中国说是要忌口的 对吧 咱们中国的很多整形医院 从小的习惯吧 对 因为咱中国人不一样 对 做个手术后住院后都需要忌口 说是不能吃发物 对 牛肉 牛肉 不能吃 结肉 鱼肉 对 海鲜 然后不能吃盐 不能吃盐太重的 对 盐太重的 还不能吃辣 还不能吃酱油 对 酱油 对 好多 对 中国是这样的 韩国整形医院呢 出院的时候 很多伯伯也问院长 院长说不用忌口 对 只是说了不要吃太辣的 对 是吧 你只要不吃太辣的 就可以 剩下的随便吃 对吧 对 那真正于咱们中国人 是不是就听院长这么说就行了吗 我看未必啊 为什么 像今天一聊聊着 韩国这个地方是个单一的民族 对 对吧 韩国人讲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为韩国本土产的 这些韩牛 就更适合韩国人的体制 对 韩牛就比较贵 韩国本土产的苹果就比进口的贵 对 韩国本土产的蔬菜就比进口的贵 对 他就是 他有这种观念 对 但是这个有道理没有 有道理 针对于人家韩国人 韩国人从小是吃冰长大的 对 从小是喝冰水 对 咱中国人不让喝冰水 对 对吧 为什么呢 家里人不能 伤痞 伤痞 对吧 会有病 会得病 韩国人从小就是这样 对 从小就是吃辣白菜长大的 对 从小就是吃海鲜 人家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 对吧 人家是在这方国土上面 从小长大的 人家不用藉口 不代表咱们中国的宝宝不用藉口 对 咱中国太大了 对吧 南北东西 对 对吧 而且咱们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不一样 不一样 民族也不一样 韩国是个单元民族 就是这个朝鲜族 对吧 咱中国就要56个民族 56个花 对 对 56个习惯 对 习惯是不一样的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咱中国人来到这里 还是要讲究一点 对 你以前是什么 尽量的 你按照以前来 对吧 人家韩国人喝冰水就没事了 一年四季喝冰水 咱们得喝温水 对 是吧 咱喝温水 喝热水 温水 所以说咱们来到韩国这儿 尽量你还染上你以前的习惯 你在韩国只是整容这段时间 你在这待着 对吧 那你 你以前的习惯是什么 你还尽量保持以前的习惯 对 尽量不要吃这个辛辣的 对 刺激的 对 海鲜的这些发物 对 尽量不要吃 对吧 所以说盐也不要吃太重 咱们按照中国这一套 对 没有错 对 没有错 我们在这些年接待过客的过程中 也遇到一些故事 咱中国有大陆架的一级台级 二级三级 对吧 有这种根据海拔的高度分出来的 对 我们也有客人是从青海西藏 高海拔地区 对 从那来 人家高海拔地区的这些个藏族同胞 你家生活习惯和平原的 低海拔是不一样的 吃饮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 对吧 人家来之前呢 你就准备好了 对吧 害怕来这里吃饭呢 不习惯 嗯 咱们准备了两箱子拖延过来的 对吧 什么呢 那叫什么青柯饭 叫酥油厂 哦 那是真是这样带来的 把自己的习惯 你还有印象吧 青海的 有青海来的 有西藏来的 对对 对吧 高海拔来的 那就专门准备人家的进食 那韩国这吃不惯 嗯 对 所以说你这个就真的是 那一方水土啊 嗯 青藏高原这一块嘛 你这一方水土养的人啊 你吃你这边的 对 好一点 北方人呢 就说呢 像东北这一块啊 或北方这一块 饮食习惯 大部分呢 和韩国这一块呢 相对口味啊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而且主食都是米饭嘛 对 主食都是米饭 啊 像我们 我老家是河南 对吧 我们是吃面食的 嗯 韩国这也有卖馈头的 也有面条的 那 那么我们术后 可能吃面条 说服一点 对 软软的 对吧 也好消化 嗯 这里呢 也是都有 米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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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 那里如果说做手术 在当你做手术住院 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你到韩国这尽量也注意一点 也要按照之前的去做 对 这样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 咱们不是讲究实事求是 不能盲目的就按照这边的习惯来 对吧 因为咱中国确实是情况比较复杂 对吧 太大了 咱们马里是家是山东 山东省国土面积就等两个韩国 韩国 对吧 我们河南省的人口顶两个韩国 对吧 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所以说不能一概而入 忌口 忌口什么呢 不要按照医院那一块 医院那一块真的就是真的韩国人 韩国人就很简单 对 人家就是做完手术吃辣白菜 那照样吃 对 那觉得吃辣白菜还是有助于恢复 对对 咱们不一定 对 咱们不一定 因为有南方的 南方的宝宝来 那吃不惯这个辣白菜 可能吃辣白菜觉得这么辣 好辣 但是韩国人不觉得辣 可能觉得辣 对 就是这个味 就是这个味 对对 所以说后忌口不忌口 还是要注意一点 对 我们给大家说说 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忌口 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忌口 忌口 还是要忌口 对 好吧 大概就这样 行 那今天就现在要聊到这里 可以 下期见 再见 欢迎大家点赞 赶发订阅 评论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